南韓超人气女团 BLACKPINK 由Jenny 金珍妮 Rose 蒲采音 激素 金智秀 LISA四位成员组成 她们于18 19日两天在高雄体育馆热情开唱 各大社群平台满满是关于BLACKPINK及成员们的讨论 而四位成员中究竟是谁的搜寻热度最高 据Google趋势统计 珍妮在演唱会进行期间的搜寻热度最高 珍妮于1996年1月16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是家中的独生女 珍妮10岁时曾在纽西兰奥克兰留学5年 因此学会说一口流利英文 而这5年也培养出珍妮独立自主的性格 直到中学之后她才回到韩国 珍妮虽出生在富裕家庭 但她当练习生时从未受到特殊待遇 一直在YG娱乐努力磨练青年才出道 首次露面是YG娱乐于2012年4月份通过官方部落格登载 题为Who is that girl? 的照片上亮相 2016年6月1日 珍妮成为YG娱乐率先公布的首位新女团Blackpink成员之一 随后于同年8月8日正式出道 并随组合发行首张单曲专辑 Square One 珍妮在队内主要担任主摇蛇级领唱 以Blackpink的身份活动两年后 珍妮于2018年11月12日发行个人首张单曲 Solo 成为队内率先之声展开音乐活动的成员 2018年1月珍妮被选为世妙韩国美妆的新模特 同年6月她成为世妙韩国区的大使 世妙韩国发言人表示珍妮对品牌的忠诚 以及她的时尚风格与Chanel的形象吻合 2019年3月6日 她成为Chanel全球品牌大使 也因此有了人间相奈儿的封号 至于感情方面 珍妮曾在节目《认识的哥哥》 中透露自己的理想型条件 她自不喜欢性感 情奋又懂得照顾她的对象 希望对方有孔流的脸 江湖东的身材以及李寿根的性格 而珍妮的绯闻时也是Blackpink成员中最多的一个 2019年1月1月韩国媒体公司Dispatch 报导珍妮与Exo成员Kai正在交往的消息 两人交往一年后便分手 2021年2月24日Dispatch再度报导 珍妮与师兄Bigbang成员GD全智龙正在交往的消息 当时YG娱乐回应 因为属于艺人私人生活 我们很难确认 请大家见谅 公司不直接否认的回应 也引来外界更多遐想 近来她则与BTS的V 金泰亨 传出悲闻 两人去年9月被骇客爆出多张亲密照 不但有两人的视讯截图 还有亲密贴脸照都一一曝光 而双方经纪公司都没有对这段恋情做出回应 也引起双方粉丝热议 由于珍妮传出的悲闻对象 几乎都是男神等级的艺人 也让她有了男神收割机的称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